建一众食材中蕴含的祝福文化 陈济波巧思妙想 将冰糖甲鱼这道传统名菜 打造成了过年的好蕴菜 冰糖提鲜增色 让甲鱼更加鲜香甜美 红艳诱人 热气缭绕中点亮新年 寓意红韵高照 冬笋加盟 让甲鱼嫩滑甜淡 滋味步步递进 意味着一年好运连连 加入苹果是陈济波的创新 苹果的酸甜 让甲鱼最后残留的一丝腥气 烟消云散 伴随着锅中的低声吟唱 红通通的苹果欢乐跳动 让红韵生疼不已 提醒第二个 打造成一个大阚 一切烟消云 第一个 一切烟消云 然后再摔成一丝腿 一切烟消云 一切烟消云 印象游吓 补乃 准备烟消云 预备烩 变成一丝腿虎 饱含深情的各色食材 焦香辉印 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 这是红韵当头的好彩头 更是过年的好盼头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 所谓时来运转 人们往往把最美好的祝福留在大年夜 当宁波人用冰糖甲鱼祝福师叔传家 好运连连之时 远在山西的零食 一种更有仪式感的美食 即将展现万种风情